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人物二號頻道 我是志光 我們就如畫面上面看到的 今天要來做一個 我也是第一次嘗試的 搖搖壽司 這個是在大創 這是大創的LOGO 大創白我買的 然後它的意思是說 用搖晃的方式就可以做出壽司 我還蠻好奇的 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食材 我們來做做搖搖壽司試試看囉 OK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食材 我們的米飯 然後沙拉 跟鮪魚 蛋 還有這個 海苔 那我選用的是韓式的海苔 它韓式海苔 它是有一層那個香油 所以我比較偏愛這個 那如果不喜歡有油油的感覺 可以選擇日式的 也不錯 然後我們要調配醋飯的用的壽司醋 OK 那我們食材介紹完 現在準備來調配醋飯囉 現在準備來調配醋飯囉 OK 我們 倒入兩湯匙的醋 因為我喜歡吃比較酸一點的感覺 那其實飯加醋也有另外一個用處 就是可以讓它的保鮮器延長 因為其實古時候加醋的用意也是在這裡 讓飯不容易腐化 我們把它攪拌一下 OK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拌好了 那準備來做搖搖壽司 OK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搖搖搖壽司器 我們打開 然後這下面我們放入三分之一的白飯 稍微把它壓緊 好 然後放入我們的蛋絲 把擠一點點沙拉 然後再放入一點點的鮪魚 然後再填滿這個壽司器的平衡線 我們用份把它填滿,把它壓緊 要稍微施壓一下 然後再剪刀 拉到沒了 壓緊喔 我們就準備要來搖它囉 好 開始搖 然後我們打開看 看有沒有成為圓形 有了 有圓形的感覺了 OK 那我們準備放入海苔 可是我這次買的海苔 尺寸太小了 沒關係 我們就做個示範吧 因為我們這次的目的 最主要是看這個 壽司搖搖器看是不是真的 可以很簡易的做出壽司來 不然這個壽司 你看 小很多喔 OK 我們放入壽司 那個海苔囉 準備再搖 好 我們接下來把它倒出來看看 看它的成果是如何 準備開封啦 哇 很成功耶 它真的把它捲 那個海苔捲進去了耶 倒出來看看 哇 真的完美 真的完美 捲得非常好耶 嗯 那代表這個 我們今天的搖搖壽司 成功 其實它一個 39塊錢 可是我有發現喔 在網路上 在網路上有人賣一百多塊 那所以呢 如果想要買這個收拾器 我們去大創百貨一趟吧 因為好用 真的不錯 很省事 那我們影片就到此囉 那喜歡 這個影片我們到 影片下方 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的話 請按訂閱喔 啊訂閱是不用錢的 放心的去訂閱吧 OK 大家掰掰 掰掰 noi IPS 按判斷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